我是很容易被蚊子咬的人 今天有一個報導就在講說 到底蚊子特別喜歡咬哪些人 哪些種人 我們就來看一下 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英文起度 他的標題是 Weird Reason Mosquitoes Prefer Biting Certain People 好像只有一個 reason 其實不止 所以他就有一個奇怪的理由 Mosquitoes應該沒問題 這個字我認為很難拼 我自己常拼不出來 Mosquitoes 他們比較prefer去咬哪些人 馬上就來往下看 其實我第一句話有一個文法想講 我先讀一下給大家聽 報導的第一句話 As well as being an inconvenience Mosquitoes are the deadliest animal to humans on the planet 就這麼簡單這麼一句話 他用了一個片語就是As well as 我們在台灣的理解 常常把它理解為就是 野之類的意思 野什麼東西 我們照個例句來試試看 例如說我打籃球也打羽毛球 所以I play basketball as well as badminton 打籃球也打羽毛球 我剛剛覺得是這樣意思沒錯 OK 所以這個翻成中文很多人就會很隨性的把它翻成了 我打籃球也打羽毛球 所以這個as well as就被翻成了野 可是我們必須要理解 它畢竟是一個as as的結構 那這個as as的結構就是把兩個東西拿來做比較 例如說我跟你長得一樣高 I'm as tall as you 我跟你一樣胖 I'm as obese as you 我跟你一樣醜 I'm as ugly as you 所以as as這個結構中間接一個形容詞或副詞就是把那個東西的程度做一個比較 那as well as是什麼呢 well的意思不就是好嗎 所以這句話其實應該翻譯成 我打籃球打得跟羽毛球一樣好 嘿你看這說得通吧 So I play basketball well I play badminton well And I play these two sports equally well So I play basketball as well as I play badminton 大概這樣聽懂 OK 所以這個as well as 翻譯成也就是有點奇怪了 那你把它翻譯成一樣好是比較接近原本意思的翻譯 那這第一句話的as well as 又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再讀一次 as well as being an inconvenience mosquitos are 然後繼續寫下去 所以它的開頭是as well as being an inconvenience 那後面這個就是身為一個腦人的東西不方便 OK 我被蚊子咬得不太方便 哪裡不方便 這中文很奇怪 反正就是令人煩惱的事物 你就可以稱為 它是一個inconvenience 雖然說convenience這個字翻譯成方便 好像它的翻譯應該是不方便 但我們中文不扯這麼遠 不糾結 所以就把它理解為就是不舒服不爽 腦人的事物好了 所以它當然是個腦人的事物 蚊子呢 其實也是對人類來說最危險的一個生物這樣子 因為它可能會傳染登革熱或其他的病讓我們死掉 對不對 所以它又是一種腦人的事物 又是會置人於死的一個動物 所以這兩件事情的程度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用程度來理解的話 大概就比較好理解這句話在幹嘛的 而且它還把as well as 放在前面 像我剛剛這句子也可以這麼做 so as well as badminton I play basketball 聽起來很奇怪 可是事實上是work的 所以說這句話你也可以把它看成 Mosquitos are the deadliest animal to humans as well as being an inconvenience 這樣好像也就說得通了 所以蚊子不只是自人於死的一種動物 而且它你看我就不小心耶 這個字就出現了 而且它也是一種腦人的事物 所以它也一樣程度上是某些腦人的程度 所以它致死的程度跟腦人的程度是一樣多的 所以用了as well as來說這樣 好這個解釋我希望是過得去的 然後講完半天還是不知道 為什麼文字會特別盯某些人 來吧我們就往下直接來看他的解答好了 所以第一個他說的就是 我怎麼跳過了一堆 the first yes 第一個重點 sweat 其實會遞人的是雌性的蚊子 雌性的蚊子 female mosquitoes drink mammalian 這個字應該是叫念吧 mammal就是哺乳類 mammalian blood 所以它是吸哺乳類的血液 所以它們最容易找到的 就是找到適合吸的血的地方 就是透過聞到你的汗味之類的這樣 所以the first attraction for mosquitoes is sweat 這樣子 OK so mosquitoes are attracted to sweat and people who have a higher temperature 所以要是你體溫比較高也是 這個好像我本來就已經知道了 OK 然後它們有特別被什麼東西吸過去 就例如說尿酸啦 阿摩尼亞啦 或者是乳酸這些東西 所以下一句又說了 so they are particularly attracted to things like ammonia Uric acid 也就是尿酸 lactic acid 也就是乳酸 so people who exercise quite a bit are more likely to get bit 酷 然後還有 你說在喝啤酒的話 似乎也比較容易吸引 mosquito 至於為什麼好像沒講 至於最後還有一點就是 我們身上如果有一些細菌比較多的時候 bacterial colonies的時候 他舉了一個例子就是說 我們在那個腳踝上常常被咬 因為在那邊腳踝上似乎常常會生成 比較多的細菌的一些那種colonies在那裡這樣子 好 然後最後就是我剛才講最後 這真的是最後 mosquitos tend to find that people with blood type O are way tastier than any of the other blood types 所以他說的是 你要是O型血液的話 似乎更吸引蚊子 所以我們今天就把它講完了 OK 好 所以你是不是有fall under其中這幾種categories呢 你是不是這幾種人 我自己本身是蠻會流汗的 然後體溫或許也比較高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真的是很容易吸引蚊子的人 通常在 you know usually in a group of people I'm the one person who attracts the most mosquitoes or at least I find the most mosquito bites on my body and that's very irritating but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好 那到這裡差不多 我是Paul我們下次見